我們最後看一下就是如果你Smine要輸出 因為它有付費跟免費 你如果有看到它講那個Pro的 有沒有後面就有Pro的 表示就是這付費版 你現在點進去就是不行 它有很多功能會不行喔 但是沒有關係 你看我們存檔先保留下來 再來如果你是免費的 免費的你可以做列印跟匯出 匯出的話呢 目前免費只能主要就是匯出所謂的圖片而已 有看到了 就變成圖片出去 所以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我常常偷吃布 以前我有用付費的 現在我沒有用付費的沒關係 因為你可以用列印的 這裡有沒有列印 那列印你就可能就會說 是嗎我也只能印這麼大張而已啊 因為印表機只能 大部分大家的印表機應該都只能印A4吧 你們加的可不可以印到A3以上 去細上界 細上的通常可以印比較大張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也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呢我們現在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有的 如果微軟也有這種PDF嘛 PDF印表機啊 另外網路上有沒有那種免費的PDF印表機 也有 也就是說它有那個比如說像我比較常用的 叫做CuteFTP 不是CutePDF 有一個叫CutePDF 就是它會變成一台我們講的虛擬印表機 那麼你選擇那一台印表機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指定 比如說我要變成A3 size 就紙張可以選啊 你可以選比較大張的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如果變圖片 有可能你要印比較大張是不是會糊掉 所以我就會用這種投資部的 用這種投資部的方式去做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萬一我今天真的印太大張了 我沒辦法去做這樣子 像這個你看我點到它 喜好設定 因為它是一個虛擬的 所以在進階裡面 你有沒有可以變A3 這樣 了解那個概念 就是虛擬印表機就是反正你可以自己選嘛 但是實體的就沒辦法 你能夠印到A4就是A4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所以我選了它按電印出來 這樣它就會存成PDF 有沒有 直接變成PDF 那就看你放在哪裡 這樣就好啦 OK 所以我們稍微把這個地方補充一下